哈囉大家好,我是安娜 歡迎來到安娜的自由研究社 今天是必有大廠的最後一集 之前我們介紹過最佳漫畫系列 最佳公君、最佳壽君 那今天最後一集要跟大家介紹最佳漫畫 最佳漫畫都是2019年初的單行本 或者是單行本的第一集 雖然在出版前也連載過一段時間 但相較於之前介紹的作品來說 都是蠻新的作品 所以很期待跟大家介紹新作 和大家一起開新的坑 然後我也會依照我自己的喜好 加上滿分五顆星的指數給大家參考 一顆星或兩顆星的話 就是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但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然後三顆星的話就是 嗯...蠻有意思的 看了之後不會後悔 然後四顆星的話就是有時間的話就會必看 五顆星的話就是沒有時間也絕對必看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看有哪些好作品值得入坑吧 第10名 My Little Inferno Inferno是地獄的意思 那這個地獄是什麼呢? 生活得很辛苦 平凡瘦少的大學生人呢 有一天遇一件奇怪的逃命男子真 真不但自作主張的所有的逃命要在人的家中住下 然後還拿走人的錢包 並且威脅他不能報警 然後人呢就這樣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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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他發現自己的戶頭前輩領光的時候 終於爆發 拿出美工到要攻擊真 但他當然是打不顧魁梧的真 於是當真把人壓在身下的時候 說了一句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台詞 針對人說 你對什麼不滿 當世界火人來臨的時候 什麼樣的慾望被填平你才能沒有遺憾 就這樣攻擊失敗的人呢 隔天早上醒來 發現真已經把一大袋的現金鈔票放在旁邊 連本帶利的還給了他 但這些錢呢從哪裡來就不得而知 總之這個事件就讓真變得更神秘 兩個人也展開奇怪的同居生活 剛開始看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地獄是人的生活 或者是人遇見真這件事情 但往上去看的話就會覺得不只是這樣 這部作品的劇情啊 人物的反應啊 都讓人覺得非常新鮮 雖然這個題材就是聽起來不是那麼的快樂 實際上是可以讓人一邊看一邊笑的好作品 推電指數四顆星 地球名 Lost to Virgin 這部呢就是長肉香的作品 演員的江本呢 因為迷戀服裝師安瑪 所以偷偷的綁架了他 雖然後來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可是 安瑪負責另一個藝人 蝶子小姐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決定為安瑪出一口氣 蝶子小姐的本名是通道長治 是以男扮女裝為人妖作為特色的藝人 她先是灌醉了江本 然後把江本吃光抹盡 原本只是一個就是包覆的事件 但是後來兩個人卻因此喜歡上彼此 這部的劇情呢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但是你講長肉香的話還是可以看看 推薦指數一顆星 第八名 黃昏失焦 土屋鎮壓和帶有瘦兩個人是高中宿舍的室友 他們之間呢有很奇怪的約法三章 一是土屋不能告訴別人大友有男朋友是給 二是大友不能把土屋視為戀愛對象 對他出手 最後一點呢是他們之間有特別的暗號 然後這個暗號呢是不能打擾彼此之位的暗號 兩個人呢就這樣當著好朋友好室友 但是土屋卻慢慢的喜歡上大友 當校慶來臨攝影社要拍攝同志電影 身為攝影社的土屋呢就負責當攝影師 然後大友呢也被找去當電影的主角 也在電影這個拍攝過程當中 兩個人的關係就是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變化 這個的趣味是攝影呢是整部作品的中心 所以會有很多透過鏡頭看的畫面 然後也有很多場景的角度非常奇特 是其他漫畫所沒有的 推薦指數三顆星 第七名 By my side 左金和右山呢兩個是從高中開始到現在十年的好友 然後就算畢業以後開始工作 他們也是住在公寓的兩隔壁互相照應 那主要是由生活能力比較強的右山在照顧左金 有一天呢左金從陽台要過去找右山 卻發現右山一個人在自圍的場面 而且嘴中還喊著自己的名字 這下呢兩個人就變成其實左金默默的知道 右山喜歡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生活 然後變得有別於以往的緊張 這部作品的老師呢是青梅竹馬專家 喜歡青梅竹馬主題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部 我的推薦指數是三顆星 第六名 直到戀愛的那一天 這部是成為一家人吧的前傳故事 成為一家人吧是男男情侶和馬和千秋 為他們的青梅竹馬巴養小孩的故事 而前傳直到戀愛那一天就是千秋和和馬 在高中時期還沒有成為情侶之前的青色故事 如果你是被成為一家人吧暖到的粉絲 那這部一定要看 如果你是兩部都還沒有看過的人呢 先看這部再看成為一家人吧也會非常不錯 我的推薦指數是三顆星 第五名 極樂鳥日子 極樂鳥日子的日文書名呢是 Happy Guso Life 意思是快樂又混帳的生活 目前呢台版是預定要出但是還沒有出 我覺得極樂鳥日子這個翻譯實在是很讚 一語雙關 想到書的內容然後再看到這個書名就會大爆笑 但有一個很困擾的地方是 這部實在太多地方都太露骨了 我想了很久就是如何要敘述來介紹給大家 但實在是很擔心影片的年齡限制問題 總之呢這就是一部混帳色情喜劇 是哈拉達老師最搞笑的作品 哈拉達老師就是品質保證 我的推薦指數是四顆星 第四名 我倆的愛潮 這部呢在最佳公君和最佳獸君的時候 已經介紹過很多詞 大家應該已經不陌生了 這是一部主角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互相聊情商的甜蜜故事 主角兩個人都非常有魅力 因此才會雙雙上了最佳公君和最佳獸君 所以在此推薦大家我的指數是四顆星 第三名 山格里拉的飛鳥 這部呢是實物裡面我個人的第一名 也是最想推薦給大家的第一名 未免有人不知道我先再次跟大家說一下 做禮物蘭娃老師呢就是描繪人體的高手 然後細膩到比例從來不崩 情色場面也非常有韻味 我自己是所有的作品都有收單行本 山格里拉的飛鳥呢 不只是畫公還有分鏡一如以往的讚 然後連劇情也進步了很多 故事背景呢是一個與大陸分離的南方小島 上面有一家就是高級南紀紀院 然後只有上流人士的首課可以進入 然後這裡就是山格里拉 山格里拉當中的南紀呢被稱為小鳥 這些小鳥呢過著非常享受的生活 他們可以隨自己的心意選擇 要不要接客 在山格里拉呢不是真心喜歡 這份工作的人是不能留在這裡的 除了小鳥們之外呢 在山格里拉還有一群侍情夫 他們的工作呢是幫小鳥做事前準備 還有事後的善後 這些侍情夫呢不只照顧小鳥的身體 也要照顧他們的心情 他們可以說是小鳥的便利的情人 以及美麗的秘訣 有一天呢新的侍情夫阿波羅來了 因為有些小鳥就是非常喜歡指南 所以新來的阿波羅呢不單是個大指南 而且有點老實過頭 山格里拉的老闆呢只是一隻叫做菲的小鳥 來訓練阿波羅 菲呢非常熱愛性愛 然後個性非常調皮 因此老實的阿波羅就成為他跳戲的對象 但其實菲跟阿波羅呢都有不為人知的傷痛過去 在這種特別的工作關係當中 兩個人就漸漸的了解了彼此 山格里拉的菲鳥呢 我個人的推薦指數是超過五顆星的六顆星 第二名 我本沒想戀愛 故事的主角佳乃呢長得非常巨美 在公司裡面是男女都讚嘆的帥哥 但實際上她是個30歲的童真男 在聖誕節這一天呢 佳乃為了想要脫出 於是就到了Gate吧 然後在那裡遇見了非常沉穩的大學生龍 然後度過了美好的一夜 本來僅限於一夜的兩人的關係 卻因為佳乃想要進一步的了解龍 所以就是這樣展開了下去 雖然林王老師的畫風我真的很喜歡 之前也有跟大家大推過《露雷集中秋彼特》 但是這部的劇情我自己真的覺得蠻普通的 所以我給了推薦指數是兩顆星 登登登第一名《One Room Angel》 又是一部值得大推的作品 也是哈拉達老師在榜上第二部上榜的作品 真的超強 主角姓季呢 生活在儀式的出租房裡 破舊又狹小 然後漫畫裡開頭是這樣形容姓季的 沒有朋友 沒有愛好 沒有戀人 更沒有活著的價值 在便利商店工作的姓季呢 有一天被小混混纏上了 被小混混捅了一刀住院以後 過了一陣子再回到破舊狹小的出租房 卻發現有一個少年模樣的天使在房間裡等著他 原本想說這個外表震驚純潔的天使 是不是要來幫助姓季的呢 結果他告訴姓季說自己失憶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在這邊 而且他飛不起來了 於是呢 他拜託姓季讓自己住下 直到自己能夠再次飛起來為止 於是呢 一個天使和一個人就展開了奇怪的同居生活 我很喜歡這部作品吐槽的地方 真的是又好笑又充滿人生哲理 這部作品被稱為哈拉達老師最溫暖的 最溫柔的作品 然後在日本的書店呢 也被譽為是跨越必有界限的作品 我覺得如果你對現在的生活也感到很徬徨 甚至覺得自己一無所有的話 很適合看看這部作品 就算不能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也可以找到一點共鳴 所以我個人的推薦指數是五顆星 以上呢就是2020年必有大賞的最佳漫畫前師命 不曉得大家已經看過哪些了呢 如果也有你特別喜歡的作品 歡迎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 必有大賞系列到此結束 並觀眾要求下一集會介紹新手也能入門的必有漫畫 如果你也是想踏入必有世界的夥伴 但還在張望的話 下一集千萬不要錯過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旁邊的大頭切訂閱 想看文字介紹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IG 那麼今天的研究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